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阿多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SDGs中的消除饥饿及保育海洋生态两大议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你跑步,我捐粮的活动 响应你跑步,我捐粮的公益路跑活动 极乐斯号召大众从海科馆走向草进公园的飞天扫帚潮坪 最后共同排成Liro自行 以响应零排碳零饥饿的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活动一起呼吁环保爱地球 大家节能减碳,那透过跟大自然的互动 感受到大地自然的生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那今天很成功很圆满 基隆市副一长杨秀玉也前来共襄盛举 响应环保与万物和平共存的理念 希望大家能够跟这个地球的各生物体能够和平共存 那一起爱护地球 如果我们爱护地球的各生物体 相对它也回馈给我们人类 炎热的天气下 仍有许多银法族和幼童军 都不畏烈日的前来参加 走出健康 同时实践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我觉得能爱那么多老菩萨 来参加这个健走很开心 希望下次可以再来 非常开心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就可以带学员 还有老菩萨们 一起跳舞 然后还有健走 结合环保与公益的路跑活动意义非凡 青年学子的投入为活动暖身 最后空拍机拍摄全景利落自行 圆满响应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记者雪娃多 基隆报道 这些人好厉害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 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佛光山吉乐寺的住持 妙章法师 来与我们一起介绍健康健走的活动理念 那我们佛光人呢 配合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一个议案 那么关怀世界 关怀这个地球生态 所以配合联合国的这个SDG理念呢 那我们能够消除贫穷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 大家能够走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那关怀这个地球生态 那透过运动走路跑步 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健康 那我们呢 每一个人跑了 这个走十公里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他就会捐出那一公斤的米 所以呢 鼓励大家能够多多运动 希望这样善的循环 我们把米捐给需要的人 弱势的团体 所以这次极乐寺也举办这个爱心捐米 那捐了捐赠的单位 有41个单位 这些都是呢社会这个弱势的团体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 透过这样的一个爱心 那这样的一个发心 那么这个跟世界 这样的一个共同关怀地球 社会的理念结合 那么希望能够消除终结 这些贫穷饥饿 那带给每一个人生活呢 环境都很美好 那身体也都很健康 那大家都过着平安幸福 谢谢妙章住持 永续的观念还要更广更深的深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全球首创的海废主题 科普基地 请看VCR 拥有丰富浸贪经验的 陈信柱讲师 赋予海洋废弃物新生命 海马 罗泪 甚至垂头沙 参访的学员们 从海洋废弃物里 启发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垃圾 善待这片美丽的海洋 海费教育基地主要目的是要透过 我们之前的浸滩活动 还有一些平常一些海费的创作 来推广环保爱立球的一个理念 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 不再觉得环保这个议题是个很冷冰 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透过很多的创作 就能变得很有趣 来参访的学员看见这么多海费物品 有感而发要减少生活垃圾 在执行环保的义工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多用环保杯 不用用塑胶品 拥有丰富环境教育经验的陈老师 推广动手爱台湾 除了净滩力推海洋保育外 更带大家从科普角度 思考海洋保育的重要 让台湾海洋教育中心设置海费主题 科普基地的心一直蔓延出去 记者许妙多基隆报导 杏朱老师很厉害 一直清理海费 最后打造科普基地 从源头宣导 想请教主持师傅 是否会贯办理相关永续的活动 这个参观 陈杏朱老师 他的一个海费基地 他对于环保 资源回收 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非常的深入 所以我们佛光人 透过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 也懂得知道说 资源一定要好好的运用 那不要把垃圾 这个丢在海洋制造垃圾 所以我们这个佛光人 不管是大人小孩 我们的同军 他们也会去 这个做病摊的活动 还有我们佛光会 也会到山上去进山 那希望透过大家 这个实践 力行 那自己能够呢 这个爱护地球 那么也能够透过 这样的一个力行活动 能够呼吁大家 重视 环保 那不要呢 制造垃圾 那希望大家能够节能减碳 我想地球 它不会被破坏 那这些都跟我们 息息相关的 那未来 我们大家能够这个透过 这样心灵的一个环保 每个人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那不要掌养欲望 我们要能够呢 知足常乐 那每一个人 大家呢 都是同体共生的 那都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环保爱地球的 共生人 那大家呢 这个一起来呼吁 一起来提倡 也希望这个地球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安全 我们大家过得都很逍遥自在 都很安乐 平安 好谢谢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妙章助持 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观念 从运动健走 GEMME 到永续环境 全部都紧扣着SDGS 营造永续与优质的生活 我们下次见